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新的颠覆性的一个技术 它包括了所有一个传统的一个卫星所有的这个功能和部件 比如说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电脑系统 它有自己的导航系统 它有自己的通信系统 它有自己的喷嚼动物系统 也有自己的发电系统 还有自己的这个传热以及调控系统 那么这个卫星做到这么小 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它如果小的话 它的重量轻 它的这个造价就非常的少 然后它的耗电量也非常小 那么我们当把这个小的卫星发射上天的时候呢 我们同样的一个发射火箭 可以发射很多很多的这个立方体卫星 最小的一个模件基件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1U 就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拿的这个 它实际上是这个10厘米 乘10厘米乘10厘米的立方体 那么这一个立方体呢 我们作为最小的单位叫做1U 所有的立方体的这个卫星CubeSat呢 都是基于这一个1U的迭代起来 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CubeSat这个模型 它是123456 所以它是6U 包括了我们如果想增加的体积 增加的功能 我们就一个U一个U往上加 我们可以看到手中的这个东西 它实际上是包括了 一个是由我们的传统的这个卫星方面的这些部件 同时呢 还有我们承戴的一个仪器 那么这一个小卫星 它可以承戴比如说照相机 或者是红外照相机 或者是这个光辅仪 或者是雷达 或者是这个天光运镜 那我手里的这个模型呢 实际上带着这一块 大家看到这个长的东西呢 就是一个天光运镜 它可以发上上天以后 它可以做不同的探测 传统的卫星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火星上 还在进行科学探测的 这个耗星耗火星车 它是当年的时候 造价呢 是25亿美金 而历时了十年 本身的这个重量呢 有一吨 就是1000公斤重 那这么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昂贵的一个卫星 它的这个当时研制制造的风险呢 也非常大 然后发射的时候呢 也是危机四伏 大家可以想象 有这么一个低造价 低质量的一个卫星 低耗电量的这么一个卫星的话 我们可以在制造的过程当中 可以给它简单化 同时它的这个风险也很低 我们可以造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 所以相比支架 那么我们这个的用处呢 就更大 我可以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在计算机 当初我们在40年代 第一台INIAC这个电子计算机 就研制出来以后 剩下的几年在60年代 70年代的时候的计算机呢 都是旁人大物 都是大型机 80年代初的时候 随着这个Microcessor 微处理器的技术的成熟 后来我们的这个计算机呢 就从刚开始的旁人大物 最后变成了这个Personal Computer 那么现在呢 我们每个人手中的智能手机 就已经能够远远的超过当时这个旁人大物 它的计算力了 同样的道理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拥有这么一台小的卫星 那么我们将来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小卫星发射上天 可以做不同的功能 做不同的作用 在最近的时候 五月份 正好这个NASA呢 发射了两颗CubeSat 立方级卫星 一颗呢 是叫做Rintu 另外一个刚刚发射上去的呢 就是我们也是在五月份 在这个加州 泛德堡公军基地 发射的一个叫做 Marcos CubeSat 它是跟着JPL 研制另外一颗大型的卫星 叫做Insight 这个洞见发射上去的 现在呢 正在驶向火星的途中 应该是在11月26号 就是美国的感恩节的时候呢 会到达这个火星的上空 所以我们也可以相信 当你每一个人 都拥有一颗 自己属于卫星的时候 你觉得它可以做什么 那么这种功能 应该是无法想象的 就跟我们今天的 手机的技术 对大家的人类生活 和这个技术的影响一样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